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义空间的视频教程 我是明德主角老师Toby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上节课讲到了自定义属性 然后给大家实际写了一遍 讲到自定义属性的三个步骤 ATRS 添加属性 绑定属性 在插秒钟使用 我们这节课讲自定义的方法和视界 自定义设置内容的函数 自定义整个按钮的视界 我们在自定义一个空间之后 可能会有这样一些需求 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插秒会 或者在函数里边把这些内容都设置好了 我们可能会需要这一条的一个点击视界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点击视界 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的 现在我们先打开上一节课的圆码 第二个是我们可能会需要这个地方的 可能会需要这个地方的内容 我们其中一个地方对这个地方设置的内容 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想拿到这里的内容 我们写代码可以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说我们先思考再写 而不是说拿来就直接开始写 其实你在脑袋里思考了之后 你会发现后面写就很简单了 就是体力活完全就是 我们看我们第一个需求是要 设置点击视界 第二个我们可能会获取左边内容 没有可能获取右边的内容 还有我看大概就这些 这三个东西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添加一个函数 其实这个完全就是Java的东西 设置一个点击视界 我们一般叫做set on item view 我们把我们这个名字和系统最续区分 我们看一下我们点击的这一条 其实是我们点击的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可以写到整个外边也没问题 直接写整个空间的点击视界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内容的冲突 我们一般来说会写这一个 这一个布局的点击视界 先把它找出来 这就传一个on click listener进来 这就传一个on click listener进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设置我们这整条的一个点击视界 因为我们经常会让它跳到下一页去 当然你可以设置itmview的一个点击视界 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要设置左边的内容 啊 获取左边的内容 get left text 我们就把我们左边的这个 text的内容给返回回去 get text to string 然后 string的型的 还需要设置右边的内容 啊 获取右边的内容 这就用t为write get text to string 这种我们一般最好都添加一个注释 设置item点击视界 这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些函数在里边 和这个item相关的函数我们把它写在里边 我们现在在这里来试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上节课跑起来是一个什么效果 啊 这要起一下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就是我们跑起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是这样的 现在他没有点击视剑 有没有获取 我们现在给他设一个点击视剑 把 给第一条设置一个点击视剑 并且获取 呃 这右边的内容是什么 设置onitemviewclick 这里传一个onclicklistener进去 然后并且我们把TV1的 get write text给他 弹一个tosted出来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效果 tve 加了一个item的点击视剑 然后把TV1的右边的内容拿出来 哎 没有弹出来 啊 还没有秀 不好意思 好了 点一下 哎 把右边的内容就拿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好了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这几个讲了 自定义的方法和视剑 给整个item加了一个点击视剑 然后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属性 然后 我们的ctview也算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我们可以对他设置里面的内容 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这个 第二种方式 继承布局的方式就讲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整个 从最开始的描述 然后 一个案例 案例我们接着给他补充了 自定的属性 自定的方法和视剑 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 自定空间中所有会用到的情况 基本上都讲完了 我们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 嗯 可能就说 不一定都会用到 但是 其实用到的机率也挺大 特别是我们自定属性 自定属性 在这个可以多去看一下 有什么不明白的 到时候可以在下面留言啊什么的 嗯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